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就是刚刚有新的优惠 有两个 第一个是订PRIME 如果你现在还是假狗的话 欢迎你成为PRIME的订户 可以看看我们的收费台的节目 以及任何时间都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 这样就只需要588元半年 就可以订购我们的节目 大家就把握机会订购吧 另外就是如果本身是三条毛 例如正面思维 遥音 如果是三条毛 想升级成为真热狗 那就不需要交新PAN的费用 可以原有你的旧PAN 只需要一次过 二千元的升级费用就可以做到 今早有很多朋友即场就升级了 这样就 Bear 你把那条连续 给你们一次过升级 这样就把握机会 由今天开始到6月30日 大家都可以把握机会 一次过二千元就可以升级做真热狗 那升级做真热狗可以做什么呢? 除了可以听得完 看到所有节目之外 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有很多 投票 可以投票 可以在课金战投票 又或者 我们有些关于台务的决议 久不久都会有的 有些投票活动给大家参与 你可以投票 Tim就是刚刚今早升级做真热狗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 例如耀音 正面思维 你们都可以试一下 一次过二千元 就可以沿用你们旧有 那个这样的 原有旧有 可能你是三八八 或者是四八八 或者是本身五八八 六八八都好 就可以沿用旧有 那个Prime的订购价 就继续享有 会员身份 那就快点把握机会了 好了 那 这一节说什么呢? 现在这一节都是讲电影的 那 其实刚才开麦之前都跟七叔说 现在其实都没有什么 入戏院看戏的意欲 最主要就是 瘟疫那段时间 就改变了生活习惯 譬如以前 可能觉得去戏院也是一个 都是一个经常要去的活动 事实上是活动来的 譬如 優先祥 譬如 以前都会努力些去優先祥 但是 我们现在都很少去休先祥 好像 休先祥好像很麻烦 即是又 又要 約吃饭 是的 疲倦 疲倦 接着 又没了一整晚 是的 休先祥就去一去 没了一整晚 而且休先祥又固定了时间 你变成一个活动 真的要去 但是又 怎么说呢 又很 只是看电影而已 而且休先祥有时麻烦 休先祥就很麻烦 休先祥又要早点去 又要没有选择位置 后来 近期 好像在瘟疫之后 我们除了John Wick的休先祥 好像没有去过任何休先祥 因为休先祥也挺麻烦的 好像不是很多戏都值得很一定要的休先祥 是的 又不是很需要休先祥 好了 你其他时间看 其他时间看 又觉得 总之他改变了那个 总之他改变了那个习惯 自从瘟疫之后 自从瘟疫之后 又少了休先祥活动 接着 温月那段时间 又要戴口罩 又要针卡 又要安心出行 那段时间没有去 接着就很久都没有去 接着 另外一件事 虽然这样说 有点耳偏概全 就是 有几件事加起来 就是 除了习惯不同了 另外就是 那些戏飞 戏飞贵得很厉害 好像一瞬间 就已经升到去 现在平均是否100元一部电影 80至100元一部电影 90我看过 100也有 是的 为什么看电影 好像一定要100元那样 明明 订了Netflix 都是70多元 为什么订了Netflix 70多元 看一部电影要100元 就是这样 而且你100元看到电影 你有时对电影的要求 又会高了一点 不生又是 不生又是 是的 那你100元一部电影 100元一部电影 事实上有时的电影 又真的是 早长100元 不认为 早长不用100元 早长很便宜 50元都有 早长50元都有 看你什么电影院 是吗 50元对我来说 才是 50元对我来说 才是正价合理的 没有了50元很多年了 有人说夜长150元 差不多 如果你在9点多那些 是百多元的 不知道 如果你看到阿凡达 阿凡达加钱 我瘋了 阿凡达片长就加钱 你说我在电影院看 如果你说我在电影院看阿凡达 你不能生气 一定生气到爆炸 我想回来好像星战那样露丢他 5、6集的节目都像 如果他要200元看到电影 继续吃那份 差不多 三个水 如果200元 用了三个小时去电影院看阿凡达 还有那些画面 在电影院看是会很累的 阿凡达片长 看完整个生气的程度 我想要做几集的节目 去吵架他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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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罕有地 就是 就是 刚刚去看这部电影 我因为有什么工会的卡 首先我有个免费看电影的优势 但有时他觉得是浪费时间 而且他走出去 但刚刚看一部电影 《关于我和鬼成为家人的那件事》 轻小说的名字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节目介绍过 因为我那天 因为我刚好在电影院附近 我尽量使用我的优惠症 我没有什么要选择的情况下 我结果就选择了这一套 他意外地令我挺好看的 好看就是流行喜剧 其实这个设定挺像《大叔的爱》 然后就加一些人鬼乱 故事就是说 男主角是警察 还要是罕见的、孔童的警察 一开始就说他 第一场戏就说他在健身室 去捉吸毒的犯犯 但是在过程中被人拍了一段视频 就说有些恐童言论 然后被人公审 然后被人顿冬姑 总之出了个角色就是一个 恐童警察 警察、恐童、直男 谁知道他在街上 因为一次查案的过程 在街上执政策的时候 就不小心撿到一块封红包 一块封红包 一块封红包 那里面就是 结果就是 原来就是 有个人就死了 然后他妈妈就想帮他搞冥婚 然后 我不知道那些习俗是怎样的 就放下了一块封红包 在街上 看看谁撿起了 那就命运注定了 因缘注定了 那里面就有 那个死者的头发 照片 生神八字 那他当然不肯和他冥婚 痴纳线 怎会无端和他冥婚 但是自从他 撿了个利是锋之后 就不肯冥婚 然后头肚碰着黑 然后就 连在警局 尸枪都开 即是连在警局 就是 就是装支枪 都差点 就走火 就射够死自己 然后他就觉得 就不认可 那都是冥婚而已 不如完成了一个仪式 等自己不要那么黑 那怎么知道 冥婚就真的见到他了 然后就是 就是一个孔童的直男 结果就被迫 就冥婚了 一个 同性戀 同性戀的鬼魂 就是一个 大叔的爱版本的人鬼情未了 然后那个 就是查案 就是 但是 怎么可以令鬼离开他呢 就是完成他的心愿 完成他的心愿 的过程中 慢慢就发现 他的死 他的死 不是那么简单 就牵涉到 一些犯罪 犯罪集团 于是就去完成他的心愿 完成鬼魂的心愿 的过程中 就一直在查案 一直在破案 两人开始建立关系 接着就越来越关系 最后就是 就是 你理解到的事情 就是如何解决了一些感情的糾纷 帮鬼和他 反对同性戀的儿子结婚的父亲 然后又如何帮我们和解了 然后也让男主角开窍 就是所有事情都有原因 就是有结 就是有一个很工整的一个剧本 又摆铺陈了一个一个一个的心结 接着通过一个查案 然后人的关系又发展 接着一个一个的心结就解开了 这样 不是一些很新穎的剧情 但是就是合理 合格 以及看得舒服 有父子情 有伦理 有点感情位 接着 又没有硬塞一些很大道理的价值观 那些 看得很舒服 还有就是 这个 这个 几个演员都做得很好 但是他令我 我最主要是想说戏院这件事情 因为有些事情 就是你不去戏院 你是有点感觉不到的 就是你自己看一部戏 看一部戏 你说是不是很精彩呢 就 就是 总之我就是刚才那个评价 就是舒服 所有的结就解开了 但是有时候 你是要去戏院看 尤其是喜剧 尤其是喜剧 而且有一些 有一些 你要理解一个作品的商业计算 观众的反应很重要 譬如 以前我们做电影的时候 以前很多人去看电影 那我们都会去看 我们都会花时间去戏院看几场 尤其是看午夜场 看午夜场 让人们反应 譬如尤其是做喜剧 你要看那些人在哪个位置笑 那些笑的位置 可以还是不行 对还是不对 以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 这部戏 也令我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因为我没有试过在戏院看BL戏 你不在戏院 你都不知道他们的尖叫位在哪里 我想说 我是上个 我是刚刚星期六去 都已经上了很久了 我刚刚星期六去 戏院还是大半门的 然后全部都是美女看 主要是美女看 他不是 而且观众的构成 还有很多讲普通话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游客 我觉得是因为那些大陆游客来香港 顺片看 看台湾的 对 就是捧 捧 那几个艺术都做得很好 那两个男主角做得很好 但虽然我不认识他们 他在大陆游客也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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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想见你之后 回到大陆游客 又拍了一套戏 然后他在大陆游客也很红 哦 因为想见你 哦 OK 接着 接着 譬如 譬如 譬如看 许光漢 譬如 譬如 刚才那里 刚才Trader也有 那他就洗澡 一洗澡 一洗澡就叫 一洗澡就叫 接着洗澡 接着就掉了 翻箭到地上 接着就叫 哈哈 都未来 那刺濡都未来 就是他这些 这些 那个威力很大 他是 和大家 譬如 譬如 那两个男主角 其实 不是去到大叔的爱 禁BL 的 就是不是 因为大叔的爱 是真的 大叔的爱是真的 由 大叔的爱是 整个由直变弯的过程 他没有那么多 他没有那么多 只不过是 两个英俊主角之间 有一些 亲密一点的互动 可能是 言语 或者是 互对望 那些 接着就叫 接着就全场在叫 我也挺吃力的 也挺吃力的 真是尖叫 那么 那个 那个气氛是 一个 很久违了的气氛 就是 就是 看球 以前 以前 以前看电影是这样的 就是 以前看电影院 是会 一起吵 一起笑 尤其是以前看喜剧的时候 就是 他有少少 好像 他有少少 好像当年 看电影院看周星馳的电影 那么 当年在电影院看周星馳的电影是很吵的嘛 就是 大家的笑位是会 此起彼落的嘛 那么 而今次 我早两天在电影院看就是 那些 都是笑位 笑位加尖叫位 都是此起彼落 那么那个气氛又会令到我 他会令到一部电影加分了 嗯 这个就是入电影院的感受很不同 就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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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 他旁边的 他旁边的 那个 那个 energy 会令到你 投入 那个 戏剧的感觉 多很多 还有就是 两个男主角都很好 还有就是 因为他主要是看两条子的嘛 然后 中间有 那条女儿 那个 王静 我想说王静真的是很好的演员 王静是一个好 就是近年台湾罕有的演员 他真的很好 他做的那个角色是非常不讨好 嗯 他做这些角色呢 因为呢 譬如在BL的戏里面 这些女角呢 是会骂的 是 譬如那时候大陆有一套 不知道什么 陳情玲 还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安排了 在两个男主角之间 安排了那些女角色 被大陆网民吵得死 嗯 但是王静呢 可以在一个这么不讨好的角色里面 很耐眼的 戏很小 那个角色的定位不好 但是 不是定位不好 就是他 总之这个角色本身 就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 但是他都 令到那个角色 即是 所谓的 很出彩 很把握着很短的表演时间 然后令到 令到自己很 很耐眼 而且王静 不是真的那么漂亮 其实 他不是真的很漂亮的 他有点像 他有点像令我想起 当年的周迅 嗯 周迅其实不是很漂亮 如果你们记得 哇 是 但是周迅是会演美女的角色的 又或者他会演一些 譬如他演画皮的 他会演他一个很 很诱惑 很妖眉 有些有气质 那些是不叫 不是 他纯粹是演技 OK 周迅是一个 周迅是用演技 这个当年王静也曾经说过 周迅是罕有地利用演技 演到自己漂亮的人 他根本就不漂亮 他实际上又矮 又小 然后如果你真人看 你真人看 你觉得他像文工那样 但是他一拍摄 他演到那种 当他要娇眉的时候 他要诱惑的时候 他会演到 王静没有那么夸张 因为王静 是的 王静也不是好像周迅 那么不漂亮 但是 但是王静也不是很漂亮的 其实王静只有一两个角度 OK 其实他有多少个角度 但是他真是 演到魅力出来 我觉得也是 几个演员就好了 然后 还有 因为那个BL的威能 然后我在现场看 《勁多女》 《勁多女》的一个现场 如果你不是在一个 《勁多女》的现场看 可能感受又会不同了 那个戏院的气氛 令到我又很投入那件事 还有 是这个剧本完整 其实剧本完整 其实剧本完整就已经 已经很好 是的 在这个时代 你来说 通常都会有一些 脱脱漏漏的 还有 其实又不是拍得很 什么 譬如是 拍摄就是 其实是真的 其实是真的 演员做到的电影 那个剧本合理 拍摄其实是 挺 挺张就的拍摄来的 譬如他一开始有一场飞车戏 整个飞车戏都是画出来的 就是 我看到有几多CG 整场戏 就是 直接就是拍着马路 整架车都画的 尤其是在戏院看 其实挺奇怪的 都觉得 这样 不是很跨通的 不是超级卡通 但是 又 都 你觉得 但是 无损过戏味 因为大家觉得 没什么所谓 这些东西 对观影的感受 又不是有什么很大的 都不是进去看这些东西的 最重要都是跌翻箭 洗澡 脑子 接着观众又看得很开心 所以 这个就是 这个真的推介大家去戏院看 趁着 如果你 碰到一帮女观众的话 气氛会很强烈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了课金 大卵 这样 先弄一些课金 在课金吧 在课金吧 弄一两个 原来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他那些宣传我有份做 有一些东西 有点参与过 你剪的? 什么? 终于有点参与过 接着呢? 你有没有看过那些片段?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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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段的片段 OK 挺好笑的 是挺好的 尤其是去戏院看 去戏院看 好 那这一节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再继续